而这次台风来袭 每轮砖墙砸伤案件 目前马小弟弟仍在家户病房与死神拔河 家长马志正 以及在万荣马远村老家的亲友们 希望借着媒体请社会大众一起帮他的儿子 祈祷集气 能够安全地度过这七天的关键期 台风过后第一天 马志正在万荣乡马远老家的父子被亲属 赶忙集结准备上花莲市探望并慰问马志正 一手拉拔马志正长大的姑姑和叔叔们 对于这儿家庭遭逢意外变故 内心万分感叹与不舍 希望大家要看自己 医生怎么去看 最好是很难得 太晚结婚 小孩子每次还那么小 她年纪也不小 有时候再有 那个就比较 所以她可能很 对这个小孩子会舍不得 马志正从小适户 全由姑姑跟叔叔们照料长大 好不容易盼到职儿成家立业 有个幸福的家庭 却因天灾意外而破碎 姑姑相当心疼 第一时间内就道愿陪伴 支持马志正 结果就小时候 小时候就哭了 对 是我爸爸 就这样我们就一直抱 就一直关心 我们就在 我们在花莲市的人 因为那边真的风太大了 我们都想要去 陪在他旁边都没有办法 因为真的那天下太大了 24号凯米台风清洗 马志正开车 载着妻儿准备回家 却不慎遭大楼屋顶掉落的 女儿墙砸中车后座 造成车内妻子当场死亡 七岁儿子头部重创昏迷 紧急送医急救 目前仍在加湖病房 与死神搏斗 家长马志正以及亲属们 只能耐心等待 祈祷能有奇迹出现 目前还在加湖病房 所以这几天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拜托大家可以急去为他祈祷 希望有更好的奇迹 可以平安平顺地让他可以出院 目前仍在加湖病房抢救治疗的马小弟弟 除了专业医疗团队的积极抢救 马志正与家族亲友们 也期盼社会大众能帮马小弟弟祈祷 希望能够安全度过危险期 记者是玉兰 万荣采访报导 最后 皆さん 写 甲